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穷定 大家好 欢迎来到穷定 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结束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部科幻片怎么形容呢 和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关系 甚至连美国这种老师喜欢拯救地球的国家也没有关系 电影的名字叫宇宙战舰大和号 一听名字估计不少人都猜到了 这是一部日本题材的科幻灾难片 当然看完后发现除了某些方面比较奇葩 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电影的背景是在2199年 人类遭受到恐怖生物的袭击 一群名为加米拉斯的外星生物盘踞在火星 也不清楚是因为什么 不断地向地球这边发射带有强烈放射性物质的游星炸弹 先不说炸弹的威力 单单一个辐射就能让地球上无数的森林灭亡 仅存了人类躲在了地下苟延长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人类肯定不会就此放弃 他们组成了宇宙舰队远征火星 准备消灭掉这些可恶的外来生物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加米拉斯战舰的强度 这边的武器根本无法打破黄域 所以面对攻击人类死伤惨重 剩下为数不多的战舰该怎么办呢 雪凤剑长古代手联络了大和号 希望大和号先撤离 他们会挡住敌人的 不然如果战舰全部被灭 那么人类将没有希望了 可以说侥幸逃回来的大和号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希望 至于我们的男主古代剑是古代手的弟弟 原本他是战舰的成员 却因为一些事情离开了战舰 常传地下的人类经常会穿上防护壶 来到地面上搜寻金锁 为太空外战斗的战舰提供材料 现在地球外层的辐射非常的可怕 人如果在外界不一会儿马上就会避命 也在搜寻的时候 一个不明飞行物从天而降差点砸到了男主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的面罩脱落 在这满是辐射的地面 他能够活这么一会儿已经是奇迹了 男主捡起那个掉落下来的奇怪装置 当画面再次一转 这个装置已经被大和号他们收了起来 从装置上 他们检测到这个物质竟然能够消除放射性物质 并且从装置中得到了一个坐标地点 想要弄清楚这一切 需要前往此地 当男主醒来后 自问春天舰长 为什么放弃他的哥哥 舰长却什么也没有说 因为没有在这个高度 看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至于男主被辐射没有死 真的是一个奇迹了 也为了拯救地球 寻找最后的希望 春天舰长想要开着大和号 前往麦哲隆星云 伊斯坎达尔星寻找清楚辐射的办法 如果能找到 人类一定能够重新回到地面上 如果不能 那么再过一年多 甚至更短的时间 人类将会死亡殆尽 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听说大和号将要再次执行任务 男主归队了 因为他想要看看这个舰长 到底有多人选 但想要离开地球也不容易 这些外星上的飞船 一直盘踞在地球的附近 不得已 他们只能动用了波动炮 现在也只有这个炮 才能正面对抗他们的母舰 告别地球后 大和号展开了漫长的太空之旅 面对男主的回归 很多队员都非常的开心 特别是当时一起的战队成员们 但我们的女主生似乎不欢迎她回来 因为她不明白 当时的古代镜为何要逃走 觉得她是一个懦夫 是一个叛徒 其实男主并非他所想的那样 这个后面我们会解开 此时大和号准备进行穿梭实验 只有经过多次空间穿梭 他们才能靠近目的地 第一次实验是成功的 众人还没有高兴太久 就遇到了加米拉斯的战舰 想要逃离 他们只能再次进行穿梭 可是再次穿梭 他们需要等20分钟 现在冲田舰长只能派出战舰 去阻止他们靠近 面对突袭的母舰 这些训练有数的士兵领位不乱 他们不仅击溃了敌人 还将他们穿梭的母舰给击毁了 但是女主的战机被碎片给波及到 现在他们还有几分钟就要离开了 男主肯定不愿放弃同胞 如果不是冲田队长 可以的等待一会儿 做出极有可能牺牲全员的准备 男主根本无法带着女主回来 但男主也因为不服从命令 被关在了小黑屋里 人士就回来了 他们也再次穿梭 但不需要多久 他们就要离开太阳系了 如果离开太阳系 他们就无法和地球通讯了 所以今天进展特批 每个人都有一分钟的时间 和地球的佳人通讯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他们都有机会和佳人通讯 说最后的道别话语 但是男主没有 他的哥哥死了 父母也死了 如果不是男主曾经的战友 向女主解释 他还不知道男主并不是他理解的那样 原来当年他和男主 都是非常厉害的战机驾驶员 可是某次在阻止游心炸弹 碎片撞击到了第二宇宙空间站 男主的父母 还有这名队员的妻子 在这次灾难中不幸上升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劲会离开的原因 当大和号传说到传说中的 伊斯坎达尔新附近 舰长病倒了 显然他的身体早就出了问题 但现在如果离开他的话 那么整个舰队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他一直隐瞒着病情 另外一边在这个星域 他们发现了一艘迷失的外星飞船 这是难得的研究机会 哪曾想从飞船内部 跳出一个长相怪的外星生物 最后附身在其中一名队员身上 从双方的对话中 我们了解到 原来他就是加米拉斯 他们是一个个体 或者说也是一个整体 对于地球 他们自在必得 众人更是没有发现 这个飞船在发射信号 想让大和号所在的位置 已经被泄露了 春田舰长知道 这个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了 所以找来了男主 强行认命他为代理舰长 因为这时候的男主 和当时的他很像 春田舰长知道 也只有他才有能力 带领大和号抵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 加米拉斯的母舰追来了 因为那个捡回来的 飞船发射的信号 面对敌人的追尽 男主下令发射波润炮 但底下的第三舰床 被一个引爆装置给附着了 里面还有六名队员 放弃他们还是大家一起死 这个抉择真的太难了 最终作为代理舰长的 理智战胜的情感 男主下令了女主 摧毁底下的第三舰床 或许从这一刻开始 男主才慢慢理解 作为舰长是多么的不容易 每一个决定都关系着 无数人的身世 冲田舰长还告诉男主一个秘密 当他们再次穿梭的时候 终于来到了指定的星球 可是这里竟然也不安全 波润炮暂时不能用 他们只能全面防守 等到波润炮转能完成的时候 炮口竟然被堵住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紧要关头 男主再次启动了穿梭 这次他们来到了星球的背后 原来这颗所谓的希望星球 并没有表面上那样 一切可能都是加米拉斯人的陷阱 但他相信舰长的判断 如果没有去辐射的装置 舰长告诉他消除辐射的装置根本不存在 但是他不相信 为了验证就得猜想 男主下令准备派出飞船进入到星球的内部 为了不引起星球上的防御系统的注意 他们会先关掉引擎 采用自由弱体然后进入到星球的内部 看只有一切的真相 但进入到星球谈何容易呢 损失是难免的 最后只有四艘飞船进入到星球的内部 面对无数的加米拉斯人 就能陷入到绝境 但为了计划的成功 不少人留下来断后 让男主他们进缺 但女主身碰到了那个发光的亮点 一个自称加米拉斯的人现身了 或者说他本身就是这颗星球上的人 这颗星球分成了两派 就像是硬币的正反面 因为他们的星球要灭亡了 原本上年的一方准备等待灭亡 但邪恶的一方准备占据地球 这是他们不能隆冷的 所以清除辐射的装置其实是存在的 但想要阻止加米拉斯人继续破坏地球 只能将他们的中枢给破坏掉 最后剩下的两名队员牺牲了自己 才毁了中枢 男主和女主回到了大和号上 至于舰长听到他们完成任务后 终于可以闭上双眼了 可是当他们回到地球附近的时候 剩下的加米拉斯的母舰等待这里 准备继续摧毁他们 男主做出了决定 让剩下的人全部离开 他准备和对方同归一见 不然加米拉斯的母舰 解体形成的能量冲入地球的话 地球将不复存在 电的最后男主牺牲了自己 救了整个地球 至于女主则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应该是男主和女主的 地球也慢慢恢复了原样 看完电影我想说 美国人拍的更多也拍的不错 日本这边还行吧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